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有别于其他货币只有一个回价 人民币主要有三个报价 分别是中间价、在案价和离案价 这三个人民币报价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人民币中间价是每天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 他们向参与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定价银行 宣价之后再加入一个逆周期因子计算出来 外汇交易中心获得人民银行授权 中间价被视为人行引导人民币汇价的工具 人民币在案价是境内兑换货币的汇率 而在案价是以中间价作为参考的 人民银行规定每天的汇率波动 不可以超过中间价的百分之一 而在这个上下限波幅之内的市场汇价 就是人民币在案价 至于人民币离案价 就是境外人民币的汇率 是按市场供求得出的人民币汇价 在2003年香港开始提供人民币清算业务 到了2010年企业或个人 可以在香港自由开设人民币户口 因此香港就成为境外人民币结算中心 而离案人民币汇价 亦以香港交易的人民币汇价 即是CNH作为参考 其中H就是代表香港 总结而言 人民币汇价有三个报价 中间价是官方指导的人民币汇价 在案价是境内设有波幅限制的人民币汇价 而离案价是境外由市场决定的人民币汇价